大家好,我是超人二宝妈,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上星期呢,我去了这个新的六娃场所叫做Museum of Ice Cream 然后答应群里的小伙伴我可以介绍一下 那我去了以后,总的感觉是这个地方很酷 然后所有的东西都是粉红色的 所以特别美,特别那种很鲜的感觉 孩子是玩得很开心 但是我的建议是如果家里只有一个孩子的话 那最好可能和朋友家孩子一起来 不然一个孩子可能会有一点点闷 我觉得特别适合那种就是还在恋人未满阶段的小青年 之所以这么说呢,是因为它那个地方 就是它每一个房间都会有一些免费的冰淇淋 然后不同口味的免费冰淇淋 那一般来说我觉得大家都是想每一个口味都试一下对吧 但是呢你又觉得说哎呀每一个房间都有冰淇淋 是不是等一下会吃不下或者吃坏肚子啊什么的 然后你就可能会比较就是怎么讲 就可能和朋友想share一个冰淇淋 那如果你这样正是和恋人未满的朋友过去 哦,那这样你们share了冰淇淋 是不是就是关系的进一步呢 最关键的是最后那个房间 那个最后那个房间有一个超大的海洋球池 但是呢它又不是球状的 它是像那种冰淇淋的上面的糖粒 然后那个就是你进去了以后真的好难好难爬出来 如果没有人拉你的话 这真的是要用尽洪荒之力才能爬出来 所以呢如果女生在那卡住了 那是不是男生适时的去拉一把呢 或者拉一把的时候不小心一起掉下去了呢 然后一起掉下去了就在那一直一直在那躺个几个小时对吧 我就看到有几个小青年在那好像躺了几个小时都没有走 如果大家真的是带喜欢的人一起去 那祝你们关系能更进一步 表白成 也不叫表白 就说猎人未满变成猎人已满吧 很重要的是哦 他家那个门票是要提前买的 买的时候要订好日子 因为他家不是每天都开的 所以你买的时候要注意一下时间 最近解封以后 新加坡出了很多新的溜丸的地方 或者吃饭的地方 我准备都要去打卡一下 如果好的话会拍个视频给大家介绍一下 如果大家对我新加坡生活那个视频感兴趣的话 可以点赞 转发 订阅 并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有新的视频更新 您就会收到我的通知了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